问问大家您心中五代两宋最好的词人是谁 大家可以把答案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的吧 因为五代两宋之间词人太多了 其中也不乏堪称一代词宗者 比如词弟李玉 比如词仙苏氏 还有风流才子刘勇 第一才女李清照 词宗之龙新气级等等 这些都是名家大家 他们的词各有千秋 也都为诵词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读者们也的确是各有各的偏好 有的喜欢这个 有的偏爱那个 但是不管如何 他们这些文学大家就好像群星一样 闪耀着 照亮了中国的文化天空 今天咱们来聊聊新气级的一首词 新气级继承了苏式以诗为词的主张 更进一步以文为词 使词的语言更灵活 题材更广泛 抒情也更自由 再加上他慷慨激昂的词风和热血的爱国情怀 珍视自成一家 风格独特 备受后世推崇 新气级的词风 其实和他所处的时代是息息相关的 靖康之变之后 宋朝的江山分崩离析了 北方大片土地被占去了 宋朝只能在南方苟延残喘 这个时候的南宋虽然世人们一个个心怀着报国之志满腔热血 但可惜朝廷却屈辱求和 打压主战者 在这种氛围之下 不少词人的词都充满着豪放和悲壮之气 两种情绪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新气级的词呢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新气级一辈子都想着恢复中原 匡富国家 可惜命运弄人 他一生壮志难愁 于是他把自己对国家 对民族的那种深深的关切和忧虑等等情绪 全部都倾注在了他的词里 有一年重阳节 新气级写了一首词 这首词就充满了愤懑情绪 当时呢 新气级被罢关了 隐居在江西上饶 重阳这天 他兴致勃勃地带着老伴去赏局 但他们去这天呢 菊花还没有盛开 新气级感到有些失落 或许人就是这样子的吧 他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支持 多次被打压心情呢 也不太好 所以看到很多东西 都会想到一些不开心的事 于是他就写了这首 这孤天寻菊花 无有细作 这首词看起来只是写 重阳节的菊花 但其实呢 更是用犀利的语言 骂尽了官场的不平事 直到今天我们读了 还是会觉得很过瘾 来品味一下 新气级的这首词 这孤天寻菊花 无有细作 送新气级 眼鼻人间臭腹场 古今唯有 旧偏香 自从归注云烟盼 直到而今歌舞芒 呼老伴 共秋光 黄花何事 必重阳 要知烂漫 开始节 直待秋风 一夜霜 这首词写得很直白 直接说南宋官场 就是腐臭之地 骂得痛快 词的大意是 捂着鼻子急忙 离开腐臭的官场 我情愿去感受 我的酒浆甘甜清香 自从搬到这云烟缭绕的地方 直到如今 我听听歌 看看舞蹈 心情多舒畅啊 秋高气爽 我喊着老伴一起外出 一起去欣赏 重阳佳节的美丽秋光 寻遍菊花 却找不到它在哪里 难道是要故意 避开喧闹的重阳节吗 要知道 等西风吹过 岩霜下降 灿烂的黄菊 才会越来越多的 淋寒怒放 星期集在此的一开篇 就直出胸意说 眼鼻人间臭腐场 古今唯有酒偏香 一句话说尽了 事态的污浊和腐朽 臭腐场 这三个字充满了嫌弃 是对世间丑恶现象的 辛辣讽刺和批判 星期集认为 与其陷入官场的纷纷扰扰当中 还不如远离尘销和诗酒为伴 那些污浊的地方我真是受够了 这个意思 再来看看这两句 自从归注云烟盼 直到而今歌舞芒 写的是星期集当时的生活状态 星期集被解除官职闲居了 可他傲然独立在世间喧嚣之外 隐居在云烟环绕的山水之间 他在乡间度过了 无忧无虑的时光 仿佛与世隔绝 从此再也不用为俗世烦恼了 只用沉醉在良辰美景当中 这样的生活状态应该说是挺好的 没有纷繁复杂 可以安度晚年 但可惜的是 对星期集这样一个忧国忧民 有深切的爱国情怀的人来说 他其实一直都是处江湖之远 还是担忧国家 他深深地担心着国家的未来 为自己不能为国效力就老去而痛心 这种矛盾让他很痛苦 呼老伴供秋光 黄花何处必重阳 星期集说重阳到了 约上老伴一起去欣赏这美好的秋光吧 那么星期集的老伴是谁呢 这位老伴很可能是范氏 叫范如玉 她出身高贵知书达理 两个人结婚之后很恩爱 其实呢 星期集一生有过三任夫人 好几位侍妾 但她和范夫人的感情始终很好 这年重阳节到了 星期集复闲在家 就约上了老伴一起去赏菊 这也是一桩雅士 只可惜他们没有见到太多盛开的菊花 对菊花的寻觅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也表现出了星期集对菊花的喜爱 最后两句 这两句 这两句点名了菊花开放的时间和菊花独特的美 星期集感慨地说 想欣赏菊花盛放就需要等待西风萧瑟 寒霜降临的时候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 菊花才会展现出她真正 惊人的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 星期集在这里表达了对菊花品格的赞美 菊花不是开在温暖的时候 而是开在风霜当中 一身傲骨才能经历风霜 这样的菊花是一世独立的 是不随大流的 是不与世俗丑恶同流合污的 古往今来 很多人喜欢菊花 也喜欢写菊花 主要就是因为菊花的品格让人赞叹 星期集在这里也是这样的 既是写菊也是在写自己 她一生主张北伐 她不是不知道君主懦弱 主张北伐就会遭到排斥 她也深知在朝堂上要圆滑一些 不能太刚持 可是她做不到装聋作哑 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的烂摊子 没有人收拾 她更不想空老去毫无作为 这就是星期集的性格 星期集在这里呢 也有一层隐含的意思 就是赞扬了那些 不屈于权贵的抗精致士 应该说这样的情操和爱国情怀 是始终打动着后来的读者的 好了 今天关于星期集这首词 我们就聊到这了 我是宁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